好,在这边它叫你find the value of x 跟 y 首先我知道我的这个 什么 x 会是等于 x 加 105 度 会是等于 180 度 所以我的 x 会是等于 75 度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因为在这一边的时候 你其实可以看到这一个部分 这个部分而已 然后它的这一个地方 这个 它是属于那一个平行的 这一条线跟这条线是平行的 ok 然后因为它们是平行的情况之下 然后它parallel 然后这个是interior angle groove view 加起来180度 所以x 加 105 等于180 所以这个是75度 然后接着呢 我在要找 y 的部分之前呢 我们可以做 有两种做法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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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只有一种做法 所以我要找那个 y 的部分之前呢 我其实要看这个部分而已 ok 我看这个部分而已 我这个部分呢 在这一边我自己加多一个 z 的存在 ok 就是说我在这一边 ok 这个是我的 z 然后这一边我们的这两条线 其实是属于平行线 这一条线 等这一条线 其实是属于平行线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我的 z 加 102 等于 180度 所以我的 z 等于 60度 所以这一边是 60度 ok 好 啊 然后接着呢 我知道这一边是 60度之后呢 我要找 y 的话呢 呃 我就要看 看 这一个 ok 在这一边 我刚刚 这一个已经是找到 这一边是 75度 ok 刚刚这边我已经找到 75度 所以这一个是 75度 然后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呃 我就来看一看 它的这一个 这一条线 还有这一条线 它是属于平行线 然后我只看这三条线而已 ok 然后这条线我不要看它 然后我就在这一边 我知道 哦 这一个跟这个平行 这一个跟这个平行 so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我的 75 加 60 加 y 会是等于 180度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因为它是 parallel 然后interior angle proved u 这样的一种东西 所以 y 等于180度 减 135度 所以答案是 45度 所以我的x等于75度 y等于45度 ok 那个画的那个题目 我就不讲解了 我这一天 谢谢大家 观看 这那些东西